Free style是非常难的一种舞蹈的表现形式 因为它会把你对音乐的理解 包括你对舞蹈知识的储备量 你身体的运用程度 在这一瞬间表现出来 所以说没有一定舞蹈基础的人 是不能free style的 也不能说不能free style 是很难把free style表现得很好的 所以说能够free style 而且表现很好的舞者 这都是有一定的舞蹈阅历 基本功以及对音乐的理解的 所以说free style就是这样 然后free style 什么是free style看点的 就是在不经意中 在你非常流畅的舞蹈过程中 卡到音效 首先我们 聊一聊钟汉梁老师 大家可以 如果大家能看得懂的话 能看出来钟汉梁老师 是有一定的舞蹈基础的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 完全没有接触舞蹈的人 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练成这样 再加上钟汉梁老师的年纪 他还能这样 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 我非常非常的佩服钟汉梁老师 有的时候一个舞者 或者是一个资深的舞者 有的时候他可能跳舞特别好 有的时候他可能编舞特别好 有的时候他可能特别容易去发现一些 跳舞特别好的苗子都有可能 钟汉梁老师加油